XD 人人~~~ 那我們今天就演一下我們的忍者必須死啦 那上一部影片抽到我們這個龍眼小黑 真的很爽好不好 不過真的還是要找時間來練一下啦 因為我之前的東西全部都在我們的小焦身上啦 畢竟人家是個妹子嘛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們要幹什麼東西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的小白這邊的 前面啦 因為我們已經打到4F了嘛 那我們從EF這邊的BOSS 也就是我們暴躁的前台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就是 標準跟困難關卡究竟會長什麼樣子 應該會蠻high的啦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來試一下 我們看一下究竟能不能順利把他給打爆好不好 這邊的話第二關卡是標準的喔 通關後受傷次數小於5 反正我們先不要挑戰什麼三星啦 先把他打過就對了好不好 先來打一下我們的前台挑戰 因為我還蠻想要看一下他們彈幕 究竟會變成多麼的噁心好不好 來看一下 那最後一隻大BOSS的話應該就是我們那隻小白BETA了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前面這幾隻 前面其實也有蠻多隻可以打的喔 可以先把這個三巨頭先打一打 好喔 沒問題喔 來了 好 標準的彈幕長什麼樣子 標準的彈幕就直接變成三射型了喔 喔唷 欸欸欸 不是 他的彈幕其實很大欸 不知道要怎麼閃你知道嗎 欸對啊 這這麼大怎麼閃啊 有間隔了是不是 對啊 一定吃的到欸 夭壽 好難喔 對啊 我這樣吃爆欸 太噁了吧 這隻 哎唷 好險我閃到了 他這個彈幕真的是很粗很大欸 又或者其實他的判斷沒有這麼大 只是我們看起來很大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應該好像還好喔 我們來換一下零 然後看一下大招 欸 英雄跑到後面去了 炸 完了 那我還不如開九天守水 死定了 喔 有有有有 這有救到喔 啊 後面就救不到了 欸 後面這個也是蠻難的欸 他那個散射到底要怎麼閃啊 還是其實他的判定跟就是 一直線差不多 如果是的話 那應該好像 還是可以撐撐看的喔 對不對 來看一下哈 來來來 看看一隻咧喔 好 沒問題 繼續打打這隻蚊子 我覺得這蚊子是蠻恶心的 好不好 前台暴躁員 先習慣他的嗨嗨嗨啦 好不好 嗨嗨嗨 來來來來 喔唷 真的是蠻恶心的 好 順過來 我應該要先請他吃那個的喔 唉唷 痛死 好 完了完了完了 刷 哇 居然連 連順兩次喔 嗨嗨嗨嗨 嗨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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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唷可以 嗨大招 九天收水 不要再順了 一隻順很煩 他是不是要壞掉了 又順欸 他是要順幾 喔 順兩次 哇 這個就是那個 顯影的那個小劍器 喔NO NO 哇靠 太帥了吧這隻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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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ONO NO 哈哈哈 嗚 哇好險這個消掉 嗚 哈哈 哇靠 什麼鬼啦 唉唷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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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恐怖喔 這是什麼 哇 哇 哈哈哈 完了要爆開啦 保一下保一下自己保一下自己 正 喔好險 大贏 哈哈哈好難啊 喔夭壽 困難就長這樣我真的不知道那個欸 我不知道 哇完了 我先通關為主 哈哈哈 沒辦法 後面太難了啦 白痴喔 怎麼這麼難 喔困難關卡的 來看一下喔 這罐通關可以拿到節省服欸 優秀優秀喔 來來來看幾 看一下看一下哈 真是很帥欸 他們後面有一些彈幕是清不掉的 我覺得這個困難的話 應該會有一些彈幕是清不掉的 來看一下 究竟會長多可怕 我是希望他們之後也會有那個啦 有可有懸場令捲軸 如果有的話應該蠻嗨的 來啦來啦 看一下看一下 拜託了拜託了 我這麼快就來這個 喔唷 欸不是不是 不是喔 欸 不是欸 完了我要先習慣一下了 這也太難了吧 夭壽 他就一直出來然後猛猛猛猛筒欸 好恐怖 猛猛猛筒 這樣這樣 欸帥欸 好恐怖喔 恐怖到了幾點 夭壽 來 可以順順順 我看一下這要怎麼閃喔 他上面應該就是那個 可是也沒辦法就是跳起來欸 上下閃嗎 哇這什麼閃啊 跳到最高 然後被蚊子撞死 欸這好難喔 困難關卡一開始我就直接敗陣了欸 這感覺之後如果出懸掌令的話 真的給練一下了欸 他這個應該是 如果困難的話有可能是SS級的喔 因為我覺得那個 他的那個就是標準應該是S級的吧 這樣才說的過去啊 要不然如果SS級更難 哇哈哈哈 那真的會很可怕欸 來了玩具 順順順 沒問題 來喔 哇賣雞勒喔 喔他換了他換彈幕了 這個好像就比較好一點點 對這個這個還OK 找一點這種的嘛 不要在那邊給我一大堆那個 哇 這個魚叉到底是跟誰借來的 太恐怖了吧 哇靠 哇 哇連他自己來叉 哇 嗚嗚嗚 衝破閃 屁欸 他那個要刀 我真的覺得他這個有點難閃欸 尤其是他那個就是 超音波說真的很大 好不好 比他原本的射線還要大很多欸 還可以把他當作那個 他的射線來擋 就是觸碰到周圍也不會有事 如果觸碰到周圍也不會有事的話 那應該是 可以再努力一下下喔 夭壽恐怖的要命 但是真滴好好玩啊 天吶好好玩喔 有夠好玩的 加油加油喔 能不能克服這隻蚊子的前面呢 用前面就好了 不然應該就是 直接出來用大招轟轟看好了 我們待會用小焦然後接關試試看 這個好像就還好 這個我比較ok 然後這個是鑽洞嘛 跟那個龍的火焰差不多 好這是三連嗨 好 很難欸 他動不動就會捅過來欸 夭壽 沒了 好我們來試試看喔 如果我們直接用小焦然後開大招轟下去 看一下後面的彈幕會是什麽好了 真的很難欸 好嗨喔 我真的很喜歡這樣的挑戰啦 只是我能不能打贏又是一回事就是了 好不好 但玩起來是真的好玩啊 玩起來是真滴好玩欸 啊好好玩好好玩 然後這邊的話呢 跟小黑拿回來一下我們的忍鐘 忍鐘回來 然後小焦 忍鐘帶上 拜託了 看在這次有沒有機會 如果我們用接關的話啦 然後大招直接開炸然後撐久一點點 搞不好他後面彈幕比較簡單啊 因為照理來說 蚊子每次的後面的那個壞掉區 都是比較偏ok的喔 看一下齁 好 我今天用小焦撐一下哈 因為要通關應該也是蠻難的 喔 剩這種的就ok喔 好 嗨嗨嗨嗨 不要過來撞人 喔 夭壽 欸 我直接被 被撞死了 沒事沒事我們還有這個 炸一下喔 欸 彈幕真的是很多欸 很多樣 哇 而且他血 我現在看到他血量是18條欸 這個我應該會掛掉吧 會很慘欸 血量18條到底是什麼概念 喔來了 這個好像還好 哇 哇 等等等等 先大招了 哈哈 嗚 嗚 好噁心 好噁心 先炸一下 不行欸 在打到12滴血而已 要掛啦 哈哈哈 萬劍穿星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前台櫃台的 困難關卡 所以這個蠻厲害的 有朝一日我們再來練練看 這個如果之後出選場令的話 應該 又可以再練一下 困難果然非常非常恐怖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之後的話 我們會再來就是234的星星啊 還有水墨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們的困難跟標準到底是怎樣 目前來說應該標準是哲平的極限 好不好 只能再慢慢練了喔 那大家有沒有順利打敗他們的困難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是如何打的喔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Pin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